来看一下我手上有两盆的三角煤 虫瓣椅 虫瓣粉 如果大家经常看我视频的话 应该对我手上的这两盆三角煤应该是有印象的 因为这两盆三角煤当时是被拒收的两盆三角煤 在快递当中是停留了十几天 当时收到货的时候 这两盆三角煤的叶子已经完全脱落了 因为这个杆子是比较轻的 说明它还是比较鲜活的 我们经过短时间的养护 这两盆三角煤已经长出了新的叶子 来可以看一下非常精神 我们拿出这两盆三角煤 就是让大家来看一下 说一下三角煤的缓苗方法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在养殖过程中就是简单浇水 然后多光照 散光照射 因为有这个棚 散光照射养殖 经过短时间的养殖就可以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总结了一下三角煤缓苗的步骤 缓苗的必要条件 第一是光照 一定要光照 散光照射 不要强光也不能没有光 什么叫散光 树荫底下的光 遮阳网底下的光 透过玻璃光 或者透过薄膜的光 都算散光的一种 一定要光照 第二就是浇水 浇水是非常重要的 要见它土壤干透 我们再浇水 不干不浇 这样可以让它充分的得到养分 有利于它生长 当然在缓苗期间 其他事是不要做的 比如施肥 换盆 我们都不需要做 只要它在小的环境当中 我们就可以细心的养殖 来看一下状态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当然今天我们也是简单的和大家 再说一下三角煤的缓苗步骤 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是光照 第二是浇水 其他啥事都不要做 当然这也是给大家交一个作业 让大家来看一看 其实三角煤是非常容易养殖的 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拜拜